如果问咱这虎年一史谁最红,那肯定是非国族莫属了,大年初一在东亚四强赛上是立刻日韩最终捧得了冠军奖杯,大年初二又是在一片喝彩声当中再遇回国,大年初三就是今天的时候,国际足联又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对国族在东亚四强赛上的表现是大家赞赏。 国际足联官网在今天发表了题为《中国对东亚夺冠》的文章,称中国男足在与日本和韩国的下轮中夺得冠军,这是他们自2005年夺得本项赛事冠军之后又一次夺冠。 此外文章还引用高红波的采访,称此次胜利是改变中国足球的一次机会。 其实早在本届东亚四强赛中国队战胜韩国队之后,国际足联的官网上就已经发表了中国队即将夺冠的文章,足见非法对于中国队战胜中国香港队的信心。 而在日本与韩国队比赛结束之后,国际足联也对韩国国家队主教练许丁茂进行了采访,韩国队主教练仍以队伍发挥部稳定为由,对输给中国队无法释怀。 孙光本次次强赛国足的表现可以说是实至名归最终能够拿到这个冠军,每一场比赛都有亮点,甚至可以说是有着经典的瞬间。 2月6号,2010年东亚足球锦标赛在日本拉开战幕,中道主日本队将中国队作为首战对手。 主帅当天无始,甚至放言用替补就可以全取三分。 德尔比赛开始之后,高加深的表现让亚洲冠军大吃一惊。 回赛比赛表现最为突突的莫国于荣浩,这位身披20号战袍的国足编位,不仅在自己镇守着左路顶着日本队进攻,更能刺激反击,可以说是攻守俊佳。 就连速来坑坑的日本媒体也对云浩的经验表现给予了肯定。 中国队的顽强防守让日本队的进攻屡屡屡无功而返,而国足的反击更让对手胆战心惊。 倘若中国队有一个进球,那就是一场完美的防守反击战。 然而这也成为了国足的遗憾,更让人痛惜的是,杨浩主划的点球也与破门失聚交臂。 32年了,中国队在国际A级比赛当中还从未赢过韩国队,这便是长期压抑中国足球的孔寒正。 2010年2月10号,当中亚四场泰次伦比赛中韩之战的比分定格为3比0时,冯寒不胜的历史终于结束了这一天,中国球迷当永远冥际。 在这场比赛中,场上几乎每一块草皮都留下了杨浩的经济,他无处不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狂不死的浩子声声拖垮了素颖硬朗出称的韩国球员。 有这样的中场,国足的腰杆子硬朗,而一个吐风更是弥附了杨浩首战,错失点足的遗憾。 三个进球让国足取得一场完胜,其中邓卓想打击的这颗进球,不仅是本场比赛的最佳进球,也是本次东亚四场赛的最精彩杰作。 同样是国足近年来少有的经典之作。 大年初一,国足为全国穷民送上了大礼。 他们在2月14号以2比0击败中国相绑,从而以两声一平的战绩,笑傲东亚四场。 这也是高家军的第一个冠军。 此时中国队最需要的就是进球,关键时刻,曲波挺身而出,先是进射得手,然后又勇敢地站在点球点前。 本场胜利,曲波当地守攻。 下半场来自上海东亚队的吴磊替补出场。 而这位1991年出生的小将,也成为中国足球历史上最年轻的国脚。 新人辈出,召集彭国的高家军正扬帆起航,是向新的目标。